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跨道讨 新闻看透透 自从罗淑雷打柯文哲的MG149账户以来 那么很多的媒体做了民调 这民调显示罗淑雷打得几乎没有效果 甚至于柯文哲的同情度还有增加 那么所以现在开始大家质疑 柯文哲都已经公布到这样 连胜文你的财产戏目敢不敢也公布呢 现在网友开始质疑 这个连胜文他的金卫TDR 这个事情重要为什么 因为是连胜文去站台的 那么这家股票啊 这家公司是中国的公司来台湾发行TDR 也就是台湾存透凭证 股价从18.7元站台之后 那么跌到5.4元 最后在香港被停牌 那么连胜文说我没有炒作 因为我一张股票都没有卖 可是一张股票都没有卖 大家并没有看到证明 如何证明他一张都没有卖 让大家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股票 他的这个买进的价格到底多少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这个被金卫TDR这家公司啊 那么股价损失非常惨重 那么除此之外罗淑蕾抱怨 国民党的立委跟挺蓝的名嘴 都没有在这个MG149账户上去帮助他 还扯他的腿 那为什么国民党的很多朋友 并没有支持他呢 周一后说罗淑蕾是信用破产 他讲的话都是胡扯淡 柯文哲自己本身 他是打算出他的私语录 调侃自己一番 而且白色的力量这本书 因为过去有很多人对他批评 所以他决定出修正版 你说中丢都要改正 这是他的态度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态势会怎么发展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么今天邀请到的这个来宾呢 第一位是连胜文的好朋友 台北市议员候选人徐洪廷 洪宁兄你好 洪宁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样介绍没有错啦 好 另外呢是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梁媛媛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梁媛媛呢 他出版了一本书跟李建昌 探讨廉家的财产 他估计廉家的财产超过500亿 那另外是立法委员陈廷飞 陈委员你好 洪宁哥大家好 好 以及媒体人钟年华年华你好 洪宁国美党亲大家好 好 以及党政记者黄伟汉你好 洪宁哥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这个是 最近 这是9月21 苹果日报所做的民调 那支持度 柯文哲33.9等同34 林郑文24.8等同25 也就是说差距那就是 9个百分点 9个百分点 但重点就是没有决定的 竟然高达4成左右 这是苹果日报的看好度 柯文哲32.5 连胜文27.3 那这样子的话大概就相差 5个百分点 5个百分点 那未决定也高达4成 另外我们看这是TVBS 在9月17所做的民调 连胜文这个支持度33 柯文哲45 也就是说两边差距是8%的 那这样做的意思呢 就是说好像柯文哲没有因为MG149而掉下来 连胜文也没有因此跑上去 这是TVBS在9月17号做的民调 那说这个柯文哲洗钱贪污 你相信吗 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 是42% 不相信的17% 没有意见的41% 我先请教一下陈委员 是怎么这个民调柯文哲 被打到这样没落下来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罗书类委员提出 强而有力的证据来证明MG149 柯文哲医师是在当中有任何问题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 从一直以来我们只有感受到 罗书类委员就是打乌贼战 好像在拖时间 然后是不是再像过去与昌岸一样 今天打了之后反正乌贼战打了 然后让大家好像认为 柯文哲医师的清白有问题 然后来降低他的支持度 甚至这样子或稀尼的 把他打到11月29号 结果最后还了清白之后也没有用了 其实蔡英文主席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最后与昌岸还了清白还是没有用 因为已经输了那场选战 到现在目前为止 有很多的民众都觉得说 我们这次怎么会说 我们快点会相信一个完全没有证据的 与昌岸 而且甚至把票投给了马英九 现在变成人民在受苦 所以基本上有了与昌岸之后 现在似乎大家会更明白 必须看到在整个选战过程当中 我们要的是证据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呼吁 罗书类委员如果真的有证据 你不要说我以后才要拿出来 我越接近的时候我才要拿出来 你现在就应该拿出来 因为到目前为止确实大家已经不相信 而且认为柯文哲医师是清白已经高达42% 甚至我们看到整个民调 连胜文没有升反降 而且柯文哲医师的一个同情分也慢慢出来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周边都有医生朋友 医生朋友其实他最清楚MG149 这是不是在我们一届的历史工业 大家会认为说过去可能都是借着 这样的一个工账户 然后去做一些募款 募款之后来协助一些医疗的一个诊断 或是医疗的一个发展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再协助医生这一块 过去可能没有做得很完整 因为没有很完整 被你罗书类委员拿出来打医生 那其实大家会感同声说说 那这样子的一个乌贼战 好像慢慢的也会去质疑到医生的清白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周边都有医生朋友 其实已经很多人跟我们讲说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打得有效果 照理说这个民调是要反转 或者是至少差距要拉近 但似乎好像没有 而且还有一点点拉开 那么现在似乎是连胜文要表态的时候 因为他的金卫公司 这家中国的公司 他为什么去站台 为什么股价跌成这样 为什么最后停牌 他说他股票都没有卖 可是我们如何看到证明呢 好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